MF在本週公布的報告中 將全球經濟成長率 從原先預測的3.9% 調降為3.7% 成為自2016年7月以來的首次下修 就個別國家部分 儘管對2018年 美國和中國大陸預測維持不變 但在貿易戰 對兩國經濟實質影響 渴望陸續浮現的考量下 MF進一步將美國2019年 經濟成長率 自原先預估的2.7% 下調到2.5% 將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自6.4% 下調到6.2% 而這也成為中國大陸發展 30多年來 所出現最緩慢的年增長率 MF還警告 如果美中衝突持續升高 中國大陸蒙受的經濟損失將大於美國 而這恐怕是北京當局眼下最不希望聽到的評論 回顧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 1970年代 中國大陸仍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 30%的人口處在貧重狀態 到了1978年 中國大陸實施經濟改革 啟動農業生產自由化和私有化 大幅度提升生產規模 此後 中國大陸陸續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積極擴大基礎建設 並在沿海地區設立4個經濟特區 鼓勵外資進行直接投資 允許包括美國等外國企業 利用便宜的勞工和廣大的市場 帶動經濟全面起飛 1990年上海和深圳股市開始交易 開啟往後20年 中國大陸經濟以每年10% 驚人的增長速度的新局面 也協助5億人口脫貧 不但成為教科書上的經濟奇蹟 更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 然而中國大陸經濟擴張動能 在2010年達到巔峰後 開始出現趨緩跡象 除了年增長率 在2015年底首度不保期 整體債務比重 更在2016年暴漲到GDP的250% 另一方面 房市價格居高不下 股市經歷2015年大風盤後 力圖復原 一切造就完美風暴的條件巨足 像極了當年的日本 也引發市場警覺 難道中國大陸會步上 日本發展的後塵嗎 當時的財政部長貝克 心中雖然主張遵守自由市場的機制 不贊成政府干預 但面對社會上保護主義抬頭 加上黨內統治施壓 最後不得不向現實妥協展開行動 1985年9月22日 美、英、法、德、日等五大工業國央行總裁和財長 共同簽署了廣場協議 同意與全球金融市場抛售美元 讓美元貶值 協助降低美國出口品項的價格 這份協議曝光之後 國際社會一片嘩然 協議簽署前 日本經濟實力正值巔峰 大量市值產品湧入美國市場 汽車是其中的主力商品 這除了讓兩國貿易逆差擴大 也導致了一連串工廠倒閉 進而帶動政府採取貿易壁壘手段的輿論風向 廣場協議簽署後隔天 美元狂洩4.29% 四個月後在美國的要求下 日本央行啟動了貨幣寬鬆政策 一年內三度降息 促使金融機構不正常放貸增加 刺激房地產市場非理性飆漲 一年後 日元對美元升值了55% 許多出口商因為無法支撐下去而倒閉 日本再也受不了折磨 時任大藏大臣工則習一和貝殼會面 表達希望停止讓日元升值 保護日本出口產業的立場 但是貝克卻不置可否的告訴他 美日貿易赤字尚未縮小 日本還得再繼續降息 1987年10月 美國股市爆發戲劇性的崩盤 上演黑色星期一 股災席捲全球 不幸也打亂了日本央行 啟動升息舊經濟的腳步 央行的遲疑埋下了事後的貨端 金融市場泡沫破裂 經濟噩耗接踵而至 日本頻頻上步 未能捍衛自身利益 最終自食苦果 從此一蹶不振 陷入史上的失落十年 甚至二十年 日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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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段落後 一段落後 進入 stagnation and again the premise her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willing to do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at are really necessary to generate sustained growth in the long term but they are able to contain the problem so you don't get an obvious financial crisis or an obvious growth collapse you just get slower growth year by year and the other component of this scenario is that instead of switch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nationalism as the key source of legitimacy the government instead focuses on domestic social stability so they increase efforts to widen the social safety net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they become more and more inwardly focused as growth gradually slides down to a much lower level 就在2017年底日本爆发金融市场泡沫化 歷经信心崩盘危机的30年后 中国大陆现状引起了市场热议 金融时报还曾针对日中两者进行了一番比较 在经济实力上 中国大陆自金融海啸后 就扮演着世界经济成长引擎的重要角色 不只贡献全球年增长的40% 也提供美国20%的进口品项 这和巴黎年代的日本地位如出一彻 在扩张企图上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当年如火如荼的向东南亚进军 布局又深又广和当前北京当局推广一带一路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日本富豪在海外积极收购土地资产 艺术品和影视事业 其中以三菱地产买下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以及Sony购入更利比亚电影公司最局代表 今日则有中国大陆安邦集团买下纽约华尔导富饭店 以及首富进驻好莱坞制片公司 可以说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中国大陆 循着同样模式崛起 繁盛 甚至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大陆不幸也取代了日本 成为美国锁定制裁的对象 正而金融时报也认为两者至少有几个不同 让中国大陆也许可以避免沦落到失落的年代中 首先是汇率自主 当年东京当局因为一纸广场协议 而被迫让志愿升职 造就连串的悲剧 但是北京当局对货币拥有绝对的掌控 足以抵挡外付压力 其次 日本从未让经济成功 从出口导向往扩大内需转型 而中国大陆正积极透过各种措施 提振国内消费能力 再者 日本当年民间债务规模庞大 日本社会费了25年的时间才处理完毕 中国大陆三分之二的债务来自国营企业 这让政府较有能力在体制内进行债务重整 2018年初 华府对北京当局的贸易战正式开打 许多经济学家担忧 这将让中国大陆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而基于量体的规模 若不幸因此加速陷入停滞 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会允许中国在提挥着仍然的市场 如果我们会有一个大大国的危险 这将会出现中国 我不会跟这些人说 这次是不变异了 中国不会有金融危险 我认为他们会有很多热闹 保持人口的增加率 在政治上的高度上 以利益的高度上升 这就是国家的国家的负责 如今中国大陆也和日本一样 面临着逐渐丧失人口红利 成长无以为继的挑战 分析认为 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 倘若北京当局 无法推出有效的措施激励成长 健全金融市场 防止市场信心溃散 那么经济恐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而此时川普要是坚持 启动保护主义 把中国大陆逼到了墙角 那么挨揍的可不只是美国 恐怕全世界的日子都不会安稳